Hello, 我是Casey 很久沒見面了 這次又有筍東西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這件筍東西在我上次做淘寶付款方法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了 筍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申請信用卡可以參加大抽獎 當然不是隨便填個名字就可以了 其實是有少少程序要做的 這次是講一系列的程序教學 這次的抽獎是由YOW PLACE和大灣區信用卡聯合舉辦的 其實參加這個抽獎也是很簡單的 首先你是申請YOW PLACE的會員 然後再申請一張信用卡就可以完成這個抽獎程序 非常簡單 當你申請一件事的時候 基本的背景 你申請的是什麼都要了解一下 不可以說萬中中申請日申請 我會約會說你申請的是什麼 首先想說一下YOW PLACE YOW PLACE其實是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發展 一個線上線下的青年平台 其實這個平台對於有志回到大灣區發展的年輕人是非常有用的 因為這個會員資格提供的服務不僅是吃喝活樂 其實它是覆蓋了升學就業創業的資訊 而且我留意到它有一體列的電話 就是當你回到大灣區有什麼問題的話 其實它是可以支援你 它支援你的東西並不是在於你怎樣升學等 其實它是包括法律上的支援 所以如果你想去發展你的事業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支援 因為有時候朋友不是真的那麼多 你上去後真的只是隻身去闖的你的路套 沒有人的支援其實真的差一點 那你申請了這個YOW PLACE會員 好處就是在這裡 至於申請是要怎樣做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只要你去到這個網址 然後就按立即登記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一頁 填的資料有些什麼呢 基本的姓名、性別、身份證 有沒有迴鄉證、住邊 是一些很基本很基本的資料 剪掉所有東西然後按提交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會收到一個電郵去確認這個申請 然後你就可以申請成為會員 非常之簡單 因為我本身之前已經申請了 所以我就不在這裡做一次了 而且這裡只有一頁資料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這個會員就申請了 然後我就想跟大家說說這個大抽獎 參加這個大抽獎的基本資格 剛才我們已經完成了第一頁 其實就是申請會員 然後我就會接著跟大家說說 如何申請這張信用卡去參加這個抽獎 但是在信用卡教學之前 我就想跟大家說一說 這個抽獎究竟的吸引地方在哪裡 為什麼我要特意拍片來跟大家說呢 大獎就一名的 就是中山市秀越天越灣豪裝單位 一個價值250萬 然後二獎三獎 以及人人有獎 都是幾萬元的信用簽帳牙 千多元的信用牙 其實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但是最吸引我其實是一個單位 你看這個樓盤名字 其實你是感覺不到什麼 我就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我在網上找到這個單位的 VIRTUAL TOUR 去看看這個樓盤是怎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樓盤是很值得看的 看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嘩 也挺划算的 其實應該要申請做碗員 也要申請這個信用卡 去獲得這個抽獎資格 他說抽獎的獎品 第一名就是 105m2的豪宅 我們儘管看看 看看有什麼看 這裡就是豪宅的入口位置 左邊有一個客廳 因為廁所大家都明白 我想不需要花時間詳細去看 我們直接去看客廳 客廳也不錯 後面有一個露台 然後前面這裡 很實用 四四方方 一邊是廳 一邊是廚房 客飯廳 然後我們再去廚房 看看 整個設計的顏色配搭 也很柔和 都是大地色為主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 其實是不錯的 我覺得是舒服的 不會覺得很漂亮 去到主人房 去到主人房 就會看到 沒用窗台 窗台有一個BB床 然後我比較欣賞它的衣櫃 看到它的衣櫃 其實是透明的 因為很多人在衣櫃 只可以用木門 但我覺得它這個設計 好還好 在去到出頭 都可以透光 不會有太大壓迫感 這間主人房 跟書房 有一個距離 走出去才能夠到書房 好處是 如果一個夫婦 其中一個人是 在開通宵 分開了就不會打擾對方 書房不是特別大 但已經滿足了文書工作的需要 回到客廳 我們在客廳再進入兒童房看看 其實是一個普通客房 看見都是舒服的 都是光亮的 企企理理的 要有的地方 都是一個簡單的衣櫃 然後一個書櫃 我覺得有一個細節好 幸好它不會為做掩門櫃而做到整個 我意思是它會留一個空間去放書 或者放一些飾物 模型 各樣的展品 因為我有一個細節的地方 我欣賞它 就是不會把掩門做得太貼 因為通常你會放一個 notebook 或者電腦 如果放得太貼的話 開門是會把電腦打開的 但我覺得這個細節是我欣賞的 又回到客飯廳 大概你都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獎品 我為何說這麼需要去做這件事呢 雖然這個抽獎 大獎得一名 但你做了總是有機會在這裡 還有其他的好處在樹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是機不可實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大灣區青年卡 整個設計就像一張會員卡 所以待會的申請是需要你預備一張證件相片 然後一些很簡單的簡介 一些營身優惠 然後我剛才說的大灣區青年卡的優惠 有一些青年服務 一些就業 創業的資訊 還有一些基本的優惠 例如買東西回贈 入郵的折扣 還有很多專屬優惠 申請要怎樣做呢 現在開始了 我現在看到一個叫做 按此立即網上申請 按進去 它會提醒你需要有三個月內的財色證件 以及一個身份證副本 然後開始填上一些基本資料 因為時間關係 我已經把我的資料很快地進入 進入之後 然後就剩下第一份證副本 如果你有身體又棵樹的情況 就剩下第二份證副本 如果沒特別就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 按下一步便會看到一些條款的紮要 我們用行按進去 再次視頻的時間關係 看完所有提示條款之後 按同意及下一步 然後就會看到一個申請訊用卡的基本要求 很明顯看到年薪需要15萬 有沒有這個會籍呢? 如果像我剛才這樣申請的話 照道理應該會有一個會籍 填了會員號碼之後 再按下一步 按完後要補一點個人資料 去寫你是否永久居民和身份證明文件上的中文名 然後按下一步 這個剔定是否願意交出個人資料去做一些推廣 都是要剔定的 然後再按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核對資料 再一次是時間關係 我剛才填的資料已經看清楚了 如果你對過沒問題的 按這兩個剔定 然後再按確定 基本資料填完後 便會到完成申請這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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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時已完成申請 然後只需要先準備身份證副本及證이� 等銀行通知,再去辦預約的事情 你的信用卡就沒問題了 按上傳文件,然後到下一頁 這頁是港網上遞交文件 遞交正件和身份證副本 在這裡選擇身份證 剛剛上載了身份證 然後再上載正件照片 記住,你上載的照片要1比1 如果你的照片不是1比1 便會發出這個訊息 跟你說,你這個尺寸不對 你才可以上載 身份證和正件照片都上載好了 然後再按確定 文件上載成功 剛才我們做了如何申請會員 亦如何申請信用卡 程序完成後,我們就等到銀行通知 然後拿到信用卡 然後就可以參加抽獎 記住,拿到所有資料後 去到這頁 然後再按下載 再按下載彎區 大抽獎 然後向下載彎 記住入這頁前載彎入 然後按登記參加抽獎 最後一件事想提醒大家 關於抽獎日期 這個抽獎日期是由4月27日至9月30日 登記抽獎時間已經過了一大半 現在是9月十幾日 到30日還有十多二十日 所以如果你是看了我這個分享 而覺得值得 那我就覺得你要趕快把握這個機會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我們完成了會員的申請 以及信用卡的申請 做好這兩件事的申請後 就趕快參加抽獎 看看你會不會是其中一個幸運兒 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